来听听令哥讲怎么接电视剧工作的 第一部戏啊 我跟你讲第一部戏 你需要我给你领一下我的资源吗 需要吗 真的吗 我给你领一下我的资源怎么来了 朋友们这个希望这个视频点击量 不要说我是资源咖了 当然资源咖也不是什么扁意思啊 我第一部戏怎么来了呢 怎么演的第一部影视剧 因为我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是2018年 那个时候不谦虚的说有点小火 对吧 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 这个剧找到我唱ost 唱什么呢 唱一首歌叫让酒 你们都听过吧 当时找我唱这个让酒呢 就是零和文化 然后就是通过这首歌认识了白老师 这个剧呢是沙海 然后呢这个沙海杀星的时候呢 那个白老师说 哎小妮你在哪 我说我在北京啊 说你要不要参加一下沙海的这个这个庆功宴 我说去啊 我就去了 去完之后呢 白老师也是第一次见我 他说哎小伙长得可以啊 那个腰腰演戏啊 我说我超级想演戏 他说好那我以后要有什么合适角色找你 结果呢第一部戏 热血少年就是白老师给我的 演了个男儿 给黄子涛 张雪莹 曹旭月大当 第一部戏 这是我因为我唱了一首歌得来的 第一部戏演完之后呢 白老师觉得小伙可以 以后有机会做演员 所以第二部戏 中级笔记 又给我一个黑瞎子角色 真的白老师是我的贵人 他给了我第二个角色 给完之后第三部 长歌行怎么来的呢 长歌行是因为我第一部戏合作的导演 叫朱导 叫朱瑞斌导演 他觉得我在第一部戏里 小伙不错 所以他跟那个 跟那个长歌行的制片方 华策去推荐的刘雨宁 说刘雨宁这小伙不错 我想用他 你能不能用用他 然后是第一部戏的导演 那个推荐我去长歌行的 然后我拍完长歌行之后呢 那个腾讯的姐姐呢 觉得我拍长歌行很认真 又很敬业 想说那我再给这小伙一个机会 就给了我现在这个白抽飞这个角色 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所有的角色 就是这样的 我没有什么资源 因为我要早有资源 下一个宁哥讲的宴 安乐川怎么来的 这个会怎么来的朋友们 就安乐川那个活儿非常的神奇 那活儿怎么来的 我接到了一个邀请 什么邀请呢朋友们 思藤的沙青宴 当时那个 我们那个凯总 假设凯总跟我说 那个小宁 我们思藤沙青宴 你能不能就是 过来 过我们蹭蹭场面 唱首思藤里边的主题曲 我说 在哪 他说在那个 宝格丽酒店 我当时就一听 就是当时我就受不了了 我就一定得去 因为宝格丽的东西很好吃 然后我就吃顿饭 对吧 而且凯总也是 也是非常 对我非常好的一个哥哥 他的东西 我一定得去支持 毕竟我也给人思藤唱歌了 然后包括那个思藤导演 就是我说英雄的导演 我去了 我也就是 我属于那种就是什么的 就是老板在吃饭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 我就 也不管他们在聊什么 我就吃我的 来龙虾了 吃 我吃 我属于这种的 就吃 我不管 我就埋头吃 然后结果过了一会儿 他们就是 因为朋友们之间 他们就是互相在打招呼 然后我也莫莫其妙的 就是 那个 做到了 做到了 优酷的 优酷的一个制片人 谢盈姐 坐他旁边的 然后他说 那个 宇宁啊 你后面的戏 是怎么一个安排 我说 我说那个 没有我们安排 我马上就是 那个什么 六月份 五月门偶 我去拍那个子川 他说 那你 那你八月份 档期是怎么一回事 我说 没有事啊 他说 我这有部剧 男二特别适合你 我说 什么剧 他说 男二绝对适合你 是那个 叫安乐传 当时呢 我也不敢 当时就答应了 哪那么草碎 当时我也就是稍微 其实心里是很开心的 心里已经乐开了 花了 活着来了 莫名其妙吃饭饭 活着来了 然后呢 但是我还跟人说 我跟人说 姐 你家将士 那个 能不能先把剧本 和人物小段 发给我开眼 我觉得我 因为我接戏一般 都看角色 看那个剧本 看就是我喜不喜欢 你能不能先发给我 然后那姐很爽快 就发给我了 发给我 我一看 我就觉得很好 很好 就跟他们聊 我说那个 我说可以 去吧 所以 我跟你说 就是这部安乐传 是吃饭吃来的 我 wonderful 你 叫你 两个 中文字幕——YK